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 寫信給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信中概述了一項的提案 該提案目的在於滿足俄羅斯的要求 俄羅斯威脅關閉關鍵的黑海糧食計劃 古特雷斯的發言人杜瓦里克 星期三對媒體說 秘書長仍然就這個問題 與所有相關方式保持接觸 並且說願意與俄羅斯聯邦 進一步討論他的提議 杜瓦里克拒絕透露該提案的細節 說他們正處於非常微妙的時期 這項倉議允許從俄羅斯去年 入侵烏克蘭期間封鎖的港口 出口烏克蘭的糧食 該倉議終於7月18日到期而需要更新 莫斯科在幾次延期的最後期限之前 曾多次表示 他沒有從該倉議當中獲得足夠好處 最近又發出類似的信號 莫斯科與聯合國之間 還簽署了一份平衡的諒解備忘錄 目的在於消除俄羅斯糧食 和化肥出口的障礙